焦點的起源真的不是一個多了不起的事情 就單單純純只是一個年輕的人 在軍中被霸凌 差點自殺 然後新社會之後覺得可以貢獻一個東西 然後開始做了一個活動 然後就到台中跟成軍 到台中 然後看到很多朋友在想是在台中打 然後那樣的精神就是年輕 所以當然就也是很 也是跟大家抱歉最後一場的一次 至少是經歷最後一場 我們的節目就馬上捏得出來 可是重點是我覺得就像剛剛 實際上有提到的是 大家都太喜歡等 然後還有焦點 為什麼台中跟手等 因為大家都覺得以後 可是大家都現在都不來 我們就沒有收入就很辛苦 可是我覺得最後這也不重要 因為我也相信不會有一個公司 或一個企業或一個服務員 一輩子 我也不太相信 像當年的第一工廠出來 大家可能覺得我老的時候 還會有第一工廠 那現在感覺比較差 對不對 就是很多的事情大家也不可能 就像當年 可能我們父母在 浴船的時候覺得很紅 現在小孩看到浴船怎麼吃 看你的自己 就是 不會可能 不可能沒有改變 可是我們怎麼勝一點點 然後我覺得 身為一個 先在聯繫我們要怎麼運命這些 改變 這是我們很重要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 我們也是運命的 現在的環境 大家在保護上的發展 所以我們先暫時把台中先停掉 因為我們要測試一下我們新的 新的模式只能在台北前面 然後我們才有機會 再往台中 下一站就引入台中 然後怎麼樣再讓我們有東西 怎麼讓我們 那個人當中有點很痛 因為 就是 就是 我跟一般的精神比較不妙 大家只看四次就覺得 我把哪邊停掉 我要哪邊又多加一支 我更看中的是一些故事 所以 來來就是 我就覺得很難多 因為事外在想 我就覺得你很難 不過我更難多一點 都我覺得 好像再也沒有這樣一個 一個借口跟機會 就至少幾年 好像再也沒有這樣一個借口跟機會 可以帶來聽 現在這麼棒 我看到四方的分享這些東西 我現在在台中的 我不是說你講得很棒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小孩也不是很好 我不是說 我不是說 我只是覺得 因為說我講的東西是比台中 其實我在台北 我可能 天天一百個人分享 我一個人跟我分享的時候 在台北其他貝都跟廖石的命 不是說 不會有這樣的故事 就是我覺得台中最大的價值 我常在台中的活動 都跟大家分享說 台北跟台中 我有人都喜歡台中的焦點 台中焦點 都是最有名氣的 台北不會有人去講說 我 我有狀態說 我是道地 台北人 他們回到台北 他們說 我是來台中 我來台北工作 我覺得 這邊好 好快 然後我最近在創業這種東西 可是很快速 很 很 很資本 是一個市場的概念 可是在台中 我看到就很多的請問 很多感動的 所以台中 他提到 暫時性的 其實裝飾對來是一個 很難的抉擇 只是為了更好的焦點 為了更好的下一步的時候 不就這麼做 但還是再三強調 我們下一步 如果我們成功 下一站決定是台中 大家就這樣 怕大家來願望 對 可是我覺得更重要一點是 像這四年呢 我們在台中 五年辦的 超過 應該有四十場的活動 我們當中 我們之中 應該沒有停掉任何一場 應該是沒有 任何一個月有停掉過 應該是 我們才沒有停掉過一場 但是因為 就是 從系列當天 他打到辦 所以我們每一場都有辦 我很感動的事情是 我覺得 到現在還是有一群人的活動 但是 我覺得更重要 重要的事情是 我在台北 你們在台中 只有你們才有機會 改變成人 只有你們才有機會 讓台中越過程 不會是一個台北人 也不會在台北的 總統府裡面那個人 也不會是台北行政院的院長 絕對是台中在地的人 才要接讓台中 就像這邊的民意 絕對是在地人才要接讓民意 即便你不是原理怎麼做 即便 即將 Michael一樣 他讓他去新加坡 他希望 變個好去南非 讓他們去更好 即便他不是南非的 即便他是新加坡 你們也是一樣 你們不見得美艷 都在台北 台中 跟你們的新加坡 不知道在那裡 怎麼樣讓台中更好 不是交點子的人 接著來台中那四年 我們只把一個訊息帶過來 我們讓更多的人 有勇氣 在台中做夢 所以 越來越都像 共好聚樂 想好辦 想任何一個 真的在台中 在這間聖書發來的 我覺得基本上 交點台中結束 可是 接下來要用自己 就好像共好聚樂 Farantino的自己 大家就要喊到 Hotelus大陸的下一日子 然後去這就很大 因為 只有在地人才能改變 在地 只有台中的人才能改變 台中 那不是我們的神 但 我很開心 他陸續續有人在捷抱 甚至今天也有來的 你陸續續有機會 然後這個用作變好 我相信 你們永遠都不知道 台中需要什麼東西 但是 如果遇到任何困難 在台中 不要忘記有交點 有存在 可以來Sappo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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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阿貴你來的地方 如果你要來到阿重 找阿貴的地方 如果你要來到阿重 去找Farantino的地方 如果你要來到台北 任何地方的交點 你就上網去找交點的人 因為只有焦點你才知道 只有來參加焦點你才知道 焦點你才知道 只有焦點你才知道 我們不是在做小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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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一樣我覺得今天示範講得非常非常好 是一個開始 是一個結束 但也是一個開始 換過來說如果沒有結束 就不會有開始 如果不會有結束就不會有開始 所以今天是焦點台中的 一個暫時性的結束 而也是今天你們參加的 一個人的新的一個開始 並鼓勵大家去做自己 更想做的事情 謝謝大家